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足球聯賽 在杭州亞運揭幕前開快車 李文在主場鬥香港U23比賽地點是將軍澳運動場 李文開季兩年勝 先後贏進鋒和爭取衛免的傑姬 愛沙尼亞中鋒安尼亞在兩場比賽入三球 艾華頓和保連龍都有兩球進仗 比賽初段 安尼亞的表現是最搶鏡 不斷找機會 但一直都找不到 反而偶爾的反擊 香港U23來得更簡單直接 這球是來自李洛謙 接應嚴啟卓的傳送 幾乎可以幫香港U23開到記錄 接下來李文找到他們的入球機會 王威的烫射 令到守住最後一關的鄧子朗要投降 當然這個入球的出現要多得徐宏傑的傳送 這個入球的出現時間是在36分鐘 也是王威個人今季在廣超的第一個入球 在44分鐘 王威的角球也製造到混亂 何西安早撞入 這球也是這位西班牙中堅 個人今季的廣超第一球 就是這樣 李文在上半場領先2比0 在下半場方面 李文仍然禁住香港U23來踢 這下 顏諾峰的傳送 被機環尼頓吸過門張射空門 這個時間是55分鐘 這個入球 也是機環尼頓在個人今季廣超聯的第一個入球 整場比賽 李文可以說是經歷了一個先虎後填的一場比賽 這下 雖然安尼雁將球送入網 但助理裁判的舉旗示意是越位在先 入球無效之下 李文繼續找機會 這下 保里晨給了寶蓮盧 成功推過門張 再將球送入空門 4比0 這個時間是67分鐘 這個入球也是寶蓮盧個人今季在廣超聯的第三個入球 司徒文俊教練在這場比賽 也是為香港U23相盡腦筋 希望可以在防守方面做好一點 當然也希望可以爭取到球隊在廣超的第一個入球 不過這下 宏凱子是射邪了 危機解除了之後 李文這邊也繼續去找機會 這下 就找到了 入球的球員 就是埃華頓 找到一個施加路 把比分改寫成5比0 82分鐘入球 令到李文最終以5比0勝出 聯賽三連勝進一步鞏固榜首地位 它們一次被人中見了 因爲何要是死亡的 因爲何太會踏的 在老人家 發出了 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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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球